成立家庭的过程 就像把两朵不同的花嫁接到一起 它们或许会开出与过去截然不同的繁华圣迹 也有可能发生异常而枯萎 而嫁接的过程 无法避免需要划破两人的枝干 留下伤痕 不过 我并不反感这样的伤痕 看来 这场欲擒故纵的游戏 最先人输的人是我 那个让我作茧子福的罪魁祸首 难道不该有所表示吗 可苏 你也很想我 眼睛确实有些碍事 你还欠着我许多恩赴 你还能做了käst衣服的第一不发动 你还能做过的土洁 你还能做一点吗 你还能做一个没什么 你还能做一点这个 我还能做一些很活动 你还能说吗 还是我们去你 然后你去看 你还能做架 把露子 那样的对话 我还能做一些 我们还有很长远的时间 会找到适合我们家的生活方式 我会找到那个命迪的答案